大家好,我是萨姐 今天我们来做一道让人甜脂的小零食 香辣牛肉脯 在国外很少能买到亚洲人喜欢吃的肉脯 自己做其实非常容易 一到周末可以一边追着热播的电视剧 一边吃着自制的肉脯 幸福感倍增 买的超市现成的牛肉末 如果自己买牛肉来剁的话,选瘦肉为主 剁之前把肥肉和筋都去掉 否则做出来的肉干冷却之后会有白油凝结 而且口感也不太好 来腌一下肉末 倒入料酒 生抽 老抽 蚝油 鱼露 白胡椒粉 鱼露的味道比较独特 有些人不喜欢,可以不加 今天做的是香辣口味的 接着倒入辣椒粉 和韩式辣椒酱 韩式辣椒酱的口味偏甜 而且颜色鲜亮 牛肉本身偏红 所以就不需要加红麴粉提色了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增加辣的程度 或者不加辣 最后倒入白糖 我用搅拌器把肉放入容器里 开中档 搅拌大约5分钟 期间需要将盆壁的肉末刮下来 这样才能保证所有的肉末被充分地搅拌 搅好的肉末非常有粘性 成团,不会散开 冰箱里腌制一个小时 烤盘是40长30宽的 准备一张比烤盘四边都大一点的锡纸 亚光面朝上 将腌好的肉末倒在锡纸上 用刮刀稍稍地摊平 表面铺一张和锡纸差不多大小的保鲜膜 把肉末均匀地擀平 厚度大约在3-4毫米左右 四周不平整的话,可以用刮刀稍微修饰一下 肉末完全铺平了 揭去保鲜膜 撒少量的黑胶粒 烤箱预热好180度 烧烤模式 请大家根据各自烤箱的性能找到最合适的模式 放入烤箱中层,先设18分钟 等烤了大约12分钟的时候 取出烤盘,牛肉缩得比较厉害 刷上一层蜂蜜 继续烤5分钟 单面烤好后,如果有出水的情况,将水倒掉 翻一个面 撒少量的黑胶粒 放入烤箱中层继续烤5分钟 5分钟之后,取出烤盘刷上剩余的蜂蜜 撒上少量的白芝麻 最后烤5分钟上色 前后一共烤了27分钟 等肉干稍微放凉一点,切片 彻底放凉后,可放入蜜蜂盒里室温或者冷藏的保存 香辣中微微带着甜味 口感软软的,完全可以和外面的媲美 大家也可以做完后发作业到我的Facebook 我是萨姐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请订阅并点赞 有问题也可留言给我 其他视频请进入萨姐的南腔北调观看 我们下集再见